躺在草地看白瓶 白瓶变化好有趣 好,我们捏完第一段 小朋友你觉得 这个你 你觉得有可能是谁 这个男生 哦,没错 有可能是你的同学啊 有可能是你的朋友啊 有可能是一个邻居 对不对 好,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做什么事 躺在草地上看白云 白云变化好有趣 好,我们看到第一段 讲出和你在一起的作者 第一件事情 是去草地上看白云 那你觉得作者跟你在一起 这个有可能是同学 有可能是朋友 在一起的时候 你觉得心情是怎样 很开心 从哪边可以看得出来 哎,他说白云变化好有趣哦 哎,可见得他的心情应该是不错哦 才看着天上的白云 觉得变化很有趣 好,第一段讲了 第一段讲了跟朋友做的第一件事情 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段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拿着长线 放风筝 风筝升高 好神奇 好,第二段 请问他跟朋友做什么事呢 放风筝 哎,他们去干嘛 放风筝 他们去放风筝 好不好玩 应该蛮好玩的 因为他说 风筝升高好神奇 很专心,弟弟行 好,第一段跟第二段 讲了跟朋友两件事哦 还记得第一段 想跟朋友做什么事呢 看白云 看白云 第二段他们做什么事 放风筝 好,接下来 我们来看第三段哦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跑跑跳跳 真快乐 好,那这一段呢 第三段讲了第三件事 请问他们第三件事做什么事 跑跑跳跳 哎,也是跑跑跳跳 请问在哪里跑跑跳跳 他没有说 你觉得他有可能在哪里跑跑跳跳 操地上 哎,有可能在操场 学校操场 有可能在公园 或者是在楼下 家里的楼下 有没有可能 都有可能,对不对 然后说说笑笑 这个说说笑笑 他们在干嘛 哎,聊天啊 讲有趣的事啊 讲家里发生的事啊 或是讲同学的事啊 或是讲电动玩具 对,是不是都有可能 好,所以他第三件事 就是跟这个朋友 哎,可能一起在那边 玩追逐游戏啊 玩鬼抓人 跑跑跳跳 哎,然后顺便呢 聊聊天呢 说说笑笑 好,这是第三段 接着我们来看第四段哦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每件事情都好玩 每天都有好心情 好,通常诗的最后一段呢 我会告诉我们这一个 这首诗的一个结果 好,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每一件事情都觉得好好玩哦 好,每天都会有好心情 最后一段告诉我们什么 因为他告诉我们 我只要和朋友在一起 这个您可能指的是你的朋友 可能是你的邻居 我只要和他在一起呢 每件事情都好玩 而且心情都是怎样 好心情 好,所以这个最后一段告诉我们 只要坐着和他朋友在一起 心情都是愉快的 都是快乐的 好,这是他的最后的结尾 这结束告诉我们这样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阅读测验 一题 你觉得喜欢和朋友 躺在草地上做什么 看白云 第一段有讲啊 第一段 看白云 草地上做什么 看白云 答案是三 看白云 觉得白云的变化 好有趣哦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 主角和朋友拉着长线 要做什么事呢 放风筝 这是刚刚第几段 第二段 放风筝 没错 去放风筝 好,下一题 课文里 主角和朋友没有哦 是没有做什么事哦 看白云有吗 有 看星星没有 看星星 好像没有说耶 第三个 说说笑笑 有没有 有啊 老师刚刚说他们是不是在聊天 讲开心的事 所以 星星 哪一个是 没有 所以答案是几呢 看星星 答案就是三 二 看星星 好 下一题 主角为什么喜欢跟朋友在一起 你觉得为什么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答案 第一个 因为朋友会说故事 内容有说吗 好像没有说 第二个 因为朋友会陪主角打球 有吗 有讲到打球这件事吗 没有 好像也没有 第三个 因为主角会有好心情 请问这里在第几段有说出来 诶 没错 刚刚的最后一段有说出来哦 他们只要跟他在一起 就会怎样 每一件事情都好玩 每天都有好心情 所以答案是三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阅读理解 好 第一题 你觉得本课的课名是和你在一起 这个你指的可能是谁 好朋友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过了 有可能是朋友 有可能是邻居 有可能是同学 所以这个有可能是同学啊 朋友啊 也有可能是兄弟姐妹哦 好 下一题 请依序写出课文里 和主角你做的事 我们来回想看看 他第一段一起做什么事 做了什么 他在小弟看白云 第一段去看白云 对不对 第二段 第二段 他们去放风筝 第三段 跑跑跳跳 说说笑笑 好 再来 第三题 主角如何形容他们看白云和放风筝的心情 张老师有提醒过了 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怎样 开心 应该是开心快乐的 对不对 好 从哪边可以看得出来 白云变来变去很有趣 既然说很有趣 表示应该当时的心情是好的哦 好 那风筝慢慢升高 觉得很神奇 从这两句看得出来 心情应该是怎样 还不错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下一题 主角和你在一起做了许多事 请用自己的话或词语来形容主角的心情 或是从课本中找出两个证据来说明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我的证据哦 哪些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好心情 好 好玩 快乐 说说笑笑 好玩 快乐 开心喜悦 课文哪边有告诉我 他们是开心的 跑跑跳跳争快乐 然后呢 说说笑笑好欢喜 每一件事都好玩 每天都有好心情 从这几句话当中 可以知道作者跟这个朋友在一起 他是非常开心的 好 第五题 课文中每一段都以我喜欢和你在一起来做开头 你觉得这个作者这样写的用意是什么呢 诶老师刚刚有讲过咯 每一段的开头都是用这一句 那你觉得为什么 因为他真的很喜欢跟他在一起 诶应该是有一点强调的意味对不对 好 他是有点强调 想到我真的很喜欢跟你在一起 所以我每一段都要讲一次才够 好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刻的阅读理解 没了 没了 没了吗 好 下面还有 老师说有三段 我看一下 这样上课的方法好神奇 好新鲜齁 你们在学校都是这样吗 对啊 老师的声音也都一样 对不对 现在的上课都是用这种触屏 跟我们以前不一样 所以老师不会在黑板写字 什么都是直接在初评上面写 初评上面都直接帮你写好的 哦 对 第二段 第二段是直接数学了 看吧 好看一下 那你要换课本 你看 看 98 对 8-2 好 放大一点 大家好 今天我们打开数学课本第98 数学不是教育老师哦 这一个小单元要教的是 二位数的减法 二位数的减法 不见位的减法 我们来看第一题 第一题 第一题 这有点小 嗯 哦 对 是教育老师 哦 对 你们现在都不用黑板了 你们现在都只用触屏 对 要点放大 27的橘子 吃掉了4个 还剩下7个橘子 有27的橘子 往下输 27 26 25 24 还剩23个 还剩23个 大家也可以拿鸡木出来做做看 27 是两个十和7的1 吃掉4个橘子 所以拿走4的1 还剩下两个十和3的1 是23 算是几座 等于7-4 等于23 还剩下23个橘子 小朋友都会上卡 还有动画 有动画 现在上课这么有趣 还有动画跟影片啊 跟我们的那时候不一样 动画 可以再买一张吗 可以再买一张吗 招5元 卖量账 有啊 跟我们的那时候账的一样 嗯 我知道 也会用15张 用36元 往下输 36 35 34 33 32 还剩31元 36 36 是3个10 换6个1 用5元 买游戏卡 所以拿走5个1 还剩下3个10 换1个1 是31 算式记作 36-5 等于31 还剩下31元 小朋友都会上卡 有点好在当中 我终于注意完成这张旁边了 你先找我看 看完以下两题 我们来做下面的联系 那我们可以试着像加版一样 用10和1来做信号 关起来了 臭屏关起来了 你看臭屏关起来了 用黑板啊 哦 还可以这样子哦 那这杯也可以喝下来就没了 现在设备很不错耶 现在设备很不错耶 看10的时候 可以先 分隔 前面 即10位 后面即5克位 这应该是建构式数据 跟我们那时候都不一样 38 先画3个10 5 8 8个1 1 1 2 3 4 5 记得5个要换 6 7 8 8 8 7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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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3 4 1 2 2 3 4 4 4 1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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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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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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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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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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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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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8 8 9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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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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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說的畫法是 你的一元要畫在他的線的右邊 等一下要改一下 不能夠全部都貼在一起 我去幫你拿 不用寫上面的詩跟個寫寫沒關係 知道就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東東 看一下東東 東東在這裡 東東睡醒了對不對 東東睡醒了 哥哥在上課啊 你先自己玩一下 好 你要看的話 爸爸等下再幫你過去跟哥哥一起 好不好 練習了 我們已經先寫好了 老師等下會公佈答案 第三階段應該就是公佈答案 東東好像快不行了 我播第三階段給你 然後我去幫他一起 好了 我們已經翻了 你有改好了嗎 這個也是啊 等一下 你要把它改在右邊 各位數跟誰位數要分開 他的上誌是要這樣子 擦乾淨一點 好 弟弟在叫了喔 我去幫他 好 沒事沒事 等到 來 你想要一起 對不對 一個人在這裡 好啊 你想說怎麼走 一個人 哥哥在做什麼 對不對 你這邊看得到嗎 看不到 我們來看 可可可在做什麼 可可在上課啊 這就是在上小學就是這樣子喔 你想要一起看嗎 然後這個應該是解答 第三段應該就是解答 老師這樣也很辛苦耶 老師要這樣子 對著空氣這樣上課 然後要假裝小朋友的反應 錄下來 然後上課 只是我在想改作業要怎麼改 對 改作業要怎麼改 還是說 等這個回去上學的時候 再一次改 現在就先不改 32 沒錯 好 我看一下 我先檢查一下 34 34 24 55 23 好 好 可以 自己摸 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嗎 還是老師還沒叫話 我沒聲音 空海音聲 我沒聲音 取消靜音 還是老師沒錄大聲音 老師好像沒錄到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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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老師沒錄到聲音 啊 對 但是用看的你也知道啦 對不對 你也知道老師要畫什麼 老師好像沒有錄到聲音 前面兩個都有聲音啊 對阿 老師沒錄到聲音 但是我們知道意思對不對 就是剛剛講的 跟前面一樣 你個位數跟實位數要分開 個位數在哪邊 右邊 隨位數要在哪邊 嗯 重點是這個 現在學校的教法是這樣子 他沒有聲音 那我們就用快轉的好了 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我們就快轉看他到 看老師動作好快 答案是20 我們不只是答案要對 我們這個算是要對 過程要對 對 我們會提醒一下 欸 他下面還要寫耶 你下面也要這樣子寫 十位數聖記 個位數聖記 對 十位數聖記 合起來就是聖字二 對 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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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個也要補一下 這個是下面也要寫啊 十位數跟各位說 那不用啦 老師沒有說要寫啊 好啦 老師答案沒有要寫啊 這個真的沒聲音耶 我看一下是 我 我再確認一次 不是我沒有開 前面那個就有聲音啊 你讓我點前面這個的話 對啊 前面的就有聲音 所以那段是老師好像沒錄到聲音 我們再提醒老師一下 下次老師要檢查一下 聲音的部分 不過還好啦 看他的那個圖也知道誰做什麼 好啦 你也打了這個 對啊 我也要打謝謝老師啊 老師超忙的好不好 我們一個人對老師一個對不對 一對一 老師一個人要對幾個 對二十幾個對不對 我唸的時候二五對不對 好嘞 上完課了 差不多要吃午餐了 下午就不用上 下午就寫作業了 老師下午還會寫出聯絡本 讓我們畫聯絡本 像昨天一樣 他會拍聯絡本的白板 然後我先去幫弟弟換布布 就來弄午餐可以吃了 好 你先把桌子收好 我們等一下吃午餐 下午才會拍聯絡布喔 下午才會翻 你們是早上超咧 你們是早上超 下午 因為我剛剛看班王還沒有出來 爸爸弄午餐的時候 你這個收好 你就可以看一下屁屁偵探 好不好 好 上皮擦學記得刮一刮 好啦 我就進入到這邊了 現在真的下課了嗎 現在真的下課了 對 因為我剛剛是先 我先帶他 我自己先教他了 然後才發現 老師已經有上傳影片 所以我們就再看一次 謝謝你今天的觀看 現在真的下課 祝福各位 總共有冬粉 健康平安快樂 拜拜 乖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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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上皮擦去刮一刮 乖乖乖乖 乖乖乖 這是一道一句吧 沒有 那吃今天吃小蛋好不好 好嗎 今天要小蛋 吃 好嗎 呀 呀 呀